这个方法 在那个VB里面有所谓的 像副程式或者是像什么函数 那在那个 C sharp C sharp里面呢 他这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他有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这个一个说明 在较大的这个 程式中通常会将具有特定功能 或经常重复使用的程式 比如说某一段程式 他有特定的功能或者要重复那 如果你经常要使用的话那你可以把它搬出来 搬出来独立出所谓的方法 独立整一个单元叫做方法 那当程式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呼叫 呼叫此程式 那他的好处就是说你程式码就不会很冗长 否则的话你很多程式一直重复写重复写 那实际上你的程式会变得 感觉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一定不好维护 因为重复的东西 你变你要怎么办 以前如果你有我看有些比较比较菜的工程师就是一直在取代 搜寻取代搜寻 因为他不知道说原来他自己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呢这边 那 再来就很容易什么 有bug 为什么你 程式 一样的东西 你改了这里 另外地方没改 那不就 会有什么 顾此失彼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要这个持种重复使用 程式 单元 在其他语言可能叫什么 程序 或者叫什么 副程式 比如说在 VB的里面 VBA里面 叫Sub 如果各位有 有学过 VB的话应该都 对这个Sub 很有印象 或者叫什么 函式 开头叫方选 方选 有可能 然后呢 Sub 统称叫什么 就叫方法 所以 这上面东西 在Sub 也好 其实或者在Java 都叫做方法 叫方法 然后呢 使用方法的 这个这个 程式 有几个好处 其实 这地方当然呢 你可以 将大程式切割 多轮撰写 也说 所以 一般 比较有规模的 那个软体公司 就会有个team 专门在 在做什么 就是专门在 维护这种模组 在这个basic里面叫模组 然后或者在 C Sharp 在Java里面叫方法 会有固定的人呢 专门做这件事情 你写好之后的话 你可以给别人用 别人可以不知道说 你到底写什么 反正呢 可以把结果算出来 正确就好了 尤其是不一样的那个 针对不一样行业比 比如说你医疗方面的 你医疗有些东西说真的 那些公式 不许 不许